在情况市中 美国高层们就一系列重要问题进行讨论 在这个特殊时刻 他们需要统一步调 刚才我已经给参联会主席打过电话 我告诉他下令让战略空军司令部 以及其他认为应该进入戒备状态的部队 进入戒备状态 在美国正常和平的状态中 主要的武装部队均处在第五防御状态 而此时温伯格将一些战略空军指挥部的 轰炸机飞行员和一些其他部队 提升到更高警戒的水平 一些空军机组人员 随时准备在12到15分钟之内起飞 与此同时 白宫的新闻室内 向外公布着有关里根总统的最新情况 总统的身体左侧中了一枪 现在医生们正在决定 是否要开刀取出子弹 70岁的里根总统在枪击案中已经大量失血 如果现在立刻开始进行手术为总统取出子弹 医生们必须考虑里根总统的身体是否能够承受 但是子弹距离心脏的位置非常近 所以它很有可能进入肺静脉 跟着血管最终插入总统的心脏 到时候后果将不堪射想 所以医生们决定以最快的速度取出子弹 此时总统虽然意识新鲜 但是身体十分虚弱 即便如此 在被推进手术时候 它还和主治医生们开启了玩笑 这个时候距离里根遇刺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钟头 美国民众自发的聚集到白宫门口 哎呀 乔首期盼的很着急 等待关于总统的最新消息 就连华尔街商户的股票交易员不交易了 里根总统能不能顶住子弹的威胁 能不能成功走下手术台 这个凶手为什么如此凶狠 想要置里根于死地 黑格又为什么着急的寻找橄榄球 究竟他担心的什么